全国最大党巫统凌晨抛出震撼弹 党主席拿督司理阿莫扎西宣布 不再支持丹司理慕尤丁 公开要后者主动下台 引发政局再次陷入僵局的隐忧 总检察署下午针对时局发文告声明 根据联邦宪法第43-2-A条文 首相有没有获得大笔数的信任 应该交由国会各政党议员决定 而不是由任何政党或单一的领袖说了算 再加上目前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显示 首相莫游丁失去大多数的支持 因此从司法的角度来说 首相莫游丁和所有的内阁成员地位保持不变 依然可以继续执行宪法赋予的执政权利 也不产生国门政府倒台的说法